大家好,欢迎收听《和理汉天下》 这两天我们出了两条片 讲香港官场现在是宫廷暗斗 先是家超公公上完大陆开会 然后意气风发 说口头和777汇报后 抗疫重大任务由他统筹 然后他的头马郭惠、兵强加入什么专班 与大陆的所谓专家直接合作 反而陈肇始就没有加入过什么专班 摆明武大武势,当是777无道 隔了一天,777深夜11点37分 出了一份2000字的声明,反击 强调说777自己是领导全体公务员 团结抗疫,又说坐在写字楼的公务员 都想前线帮忙,说得很伟大 声明的重点是 他推翻超公公之前的什么专班 重新成立五个工作小组 这五个工作小组 除了陈肇始重新加入之外 再加上发展局的黄伟伦 和商经局的邱腾华 意外地,公安城管的大总管兵强 竟然出局 这样的反击声明明明明是 兜巴挂落超公公那里 12日还以气风发 几乎摸到特首个观音的超公公 怎知道一夜之间,马上变成一只鸣鸣 当大家以为这部宫廷剧 应该暂时告一段落吧? 不会啊! 剧情继续发展,继续出人意表 想停都停不了 2月15日突发的事又发生了 超公公家的外容竟然初步确诊 继续这个Juicy的话题之前 提提大家,记得支持和理看天下 请你订阅、点赞、留言、分享 记得和订阅旁边的钟仔 另外如果有广告,请多多支持 言归正传,15日上午 证实了超公公家的外容初步确诊 传媒报道,超公公和他家人 马上做快速测试 加上心喉脱液 结果全部阴性 大家想想,12日公公还是威风浪浪的 带着兵强、郭慧 两大头马名寸七七七 同时向选委暗示 来香港香港持续 谁知道3天后 超公公要正式宣布 他14天内都不见人 即是居家隔离 超公公的办公室发言人表示 超公公将要居家隔离14天 而期间他在家工作 以视像方式参与各项抗疫工作 即是3月1日他都不见人 2月20日特首音点 这个游戏开始提名 他现在关键时刻 完全不能公开活动 他想拿提名就难过登天 极极极极困难 如果有北京的京军参与 公公也不用自己出面 他一样可以拿提名 不过大家不妨想想想想 想补一下公公上位的人 看到公公现在的混音 就真的连天也不帮他 那还够不够胆逆天而行 硬撑公公继续去马呢? 我就觉得这个机会很低很低 所谓零买当头起 权斗输一个回合不要紧 但是运气可以突然间逆转 一夜之间恶运当头 那就真是山人物近 黏着去都怕行衰运 除非北京明确指示一定要他做 否则恐怕现在没有太多人名撑他 没有太多人支持他 超公公现在的处境就凄凉了 因为他要运在家里 说是统筹抗疫,你别玩了 真的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问777也不会先问他 兵强出局了 另一只头马,阿惠惠 就分分钟看风洗你 静悄悄和他划清界线也不一定 也有可能的 官场的事情,你以为是跟你友亲吗? 如果公公的马房失势 而公公本人又失运 那么过底去另一个阵营有什么稀奇呢? 另一个有趣的题目又来了 就是超公公会不会中招呢? 我就可以大胆说 超公公一定不会公报中招 意思是超公公可能会中 可能不中 但是公报出来就一定不会中 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 如果超公公真的中招 一旦公报出来,全城就马上宽腾 就算没得晚市堂吃 也恐怕全香港的花生啤酒都会卖断市 以现在香港全城抗疫的氛围 777又怎样可以让全香港的人 突然间这么开心兴奋呢? 就算777真的狠公报 不过来,不过来,不过来 因为超公公中招 一定有很多人会说 哇,被天授,天有眼 各位,你问心,你会不会这么说呢? 你会不会这么想呢? 当香港人觉得天有眼 就是还有希望 就是未彻底心死 这些情况大陆是不想见到的 你完全死心相信上天都没有眼 有些人永远不会被天授 这样你才会彻底被淳化 所以超公公中招 这些可以令人开心一阵的消息 是绝对不可以公报的 同样道理 你有没有见过大陆公报 有官员中招确诊? 没有嘛,一样是这个道理 另外,更加吊诡的是 如果超公公真的中招 而又向外公报 那就出现另一个尴尬的处境 是超公公是轻症还是重症? 如果是重症 当然可以出现前面说的 天有眼的心理效应 但香港人也会更加顺从政府抗疫 因为人人都怕中招 怕会重症 但如果超公公公报是轻症 很多人自然会问 连超公公这样的人 做了这么多事情 他做了什么不重复 大家知道了 他中招竟然只是轻症 即是疫情就没有想象中那么恐怖 如果消息公布 如果公公公居家休息几天就没事了 那香港人就不禁要问 为什么香港要停止 这么多的民生和商业运作 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去应付轻症为主的Omicron病毒呢? 虽然现在香港也不容许大家去反问 不可以反问政府什么 政府的决定 做了就做了 大家不要问 但你真的禁止不了 人在心里发问 所以不如索性简简单单 由头到尾都公布公公没有中招 那就算了 反正正常的情况 就算真的中了Omicron 在家休息几天就已经没事了 就算几天后 当着全香港的传媒面前 公开做一次测试 都是陰性的 必然是陰性的 好法了 不过 话实话 公公居家的外容 我相信除了吃饭的时候可以随罩之外 应该是被要求24小时戴着口罩 因此公公中招的机会真的不大 而且公公和外容紧密接触的机会 都应该不多吧 其实抗疫工作来到现在 大家看到的 政府的标准和浓门 是不断飘移的 不断搬动的 早前红爷派对 大家记得 有人事后确诊 徐英伟就说要居家隔离 然后再辞职 其他有分类派对的人 又不断进入足高湾就算了 然后个个没事 现在公公的外容初步确诊 公公居家隔离14天 似乎都合回之前的原则 但为何公公昨天上午 还和777加上一大群行政会议成员一起开会 而这一大群人是不用居家隔离的呢? 他们迫在同一间房间开会 为何他们一大群人可以继续正常活动呢? 更重要的是 777他今天还可以继续吴大罩开记者招待会 777就说自己天天都有检测 那就可以了 反过来 超公公都日日可以检测 超公公都有检测 也是阴性的 那为什么他就要居家隔离14天呢? 我就不禁要问了 14天是哪个专家的建议呢? 有什么科学根据呢? 为什么近次的情况又不必隔离14天呢? 而公公就要呢? 为什么不是7天再7天 而是一出手就14天呢? 如果你说777没有顺着的势 借些以顺便还拖 那就找人相信了 大家可能觉得 其实两班人哪一边都不值得帮的 没错 我不是帮哪一班 而是我想和大家想想 现在究竟他们背后的暗斗 实际情况是怎样的 来到这里 都是那句了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和理看天下 我们有patreon的 请支持一下 拜拜